我們平時怎麼打招呼 這是什麼意思 早安 首先我覺得香港 不是比較少 簡直是沒有《合家歡》的戲 《合家歡》的戲我經常覺得 在《暑假播》是不錯的 為什麼一家大小去看 看《合家歡》的戲之肉 又可以看喜劇 有多少貓是埋盟的 又很可愛的 我覺得這幾個元素 加起來是一個比較新的想法 電影的闊度應該再闊一點 不只是我們港式 有些戲 有些戲種是不斷拍的 警飛片 一些黑社會戲 或者是一些劇情片 我覺得 試試不同的題材 可以令觀眾有新鮮的感覺 我覺得挺好的 所以我也會拍《貓聲人》 《貓聲人》第一件事 就是 網上看到很多貓的名詞 有《貓聲人》 《產史冠》 《貓勞》 但我們將《貓聲人》 這三個字 去做一個題材 大家幻想一下 如果貓在外星來會是怎樣 就產生了這部戲出來 你遮掩著鏡頭 有些場合都要用50隻貓拍 要拍了幾天 因為貓比較高傲 未必會聽指令 所以要花時間去引牠來注意 或者用食物吸引 跟以前寵物情緣 因為寵物情緣主要是 狗仔會比較好 會聽指令 會叫牠去擠 輕輕或者走過來 但貓就沒有這樣 所以難度是 你真的很有耐性去捕捉 我有養過狗 但貓我未養過 我是很喜歡動物的一個人 我也會種動物 可能會過分愛惜 我幫狗仔勾一下背部 這些一定有 但 吃到什麼程度 吃到初頭都會 會聽指令到後面完全不理你 我以為牠這樣做 不好玩